曾比特这日和Karita周梓涵 齐齐拍摄赫年项目 今年的新春要在疫情阴霾下度过 对于近两年来反反复复的疫情 Mike坦然担心 都担心因为过往的时间 好像突然间慢慢就好了 突然间又爆发一波 其实反而很担心身边的人 健康 因为今次都听了不少 有很多不同的案例 所以今次其实都偏担心 身边会不会有人会因为这样而有影响 反而因为很多这些案例 自己很多工作都会需要停顿一下 反而就变成自己很多时间去 多了很多自己的时间 所以都是一个很好的利用自己的时间 去做一些自己的事 我觉得疫情反复 其实令到大家情绪都很波动 除了顾及身体健康之外 其实我觉得心态和情绪是大家需要留意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变得很压抑 甚至乎可能我乘搭一些交通工具都会听到 可能司机都会提醒一下现在这个情况 我觉得大家要调节好心态 现时的社交距离措施又要再延长多14天 港人今年要再一次在没有晚市堂食 没有得在戏软看戏的情况过年 Karita都感到很无奈 因为其实真的好像唯一的娱乐节目都没有了 还有其实因为新年是想大家聚在一起 其实可能不是很多家庭可以容许很多亲朋亲友聚在一起 可能家庭的尺寸都未必容纳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大的问题 但我觉得现在幸好我们可以面试 就算见不见我们也可以聚在一起 两个拍档早前合作拍了一条有穿越元素的贺岁短片 Mike和Karita更饰演爆炸头的爷爷和孙女 他们也享受这次拍摄过程 很棒 我觉得这次是第一次见到阿塔去用另一个造型去试人 我觉得很适合 是… 很适合 像爆炸头那样的 是,我是为艺术而… 尊重艺术 真的,挺尊重的 因为我这次是要扮演Mike的一个孙女的角色 所以其实里面有造型是会跟她有些关系 所以这个造型会有爆炸头的出现 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挺新的尝试 而且我觉得我终于跳出舒适中 是… 因为我经常跟人说我自己很幽默 终于可以有机会让人见到这幽默的音乐 终于可以翻篇所长 在剧中的年纪相差很多 拍摄过程有很多少料来的 我方宁28岁又无二无女 然后突然有一个孙女 其实也挺过瘾的 还有很多科幻的东西 然后又穿梭时空 然后就搭这个时光机雲基隆 所以其实也挺多挺特别的东西 还有因为自己拍摄的经历都是MV 真的拍摄这么长的一个短剧 其实我自己也未试过 其实挺好玩的 就是说美语地展示 are得太有钱我们机д 现在来一个 Belemos 喜欢这到哪里 你的 tank号 就是你说最长的 ament i' 像戏铺族